早上賣時速之後買進這一檔新進的標股 買在平門附近小漲大概1%左右進場 大概10點左右就一度亮燈漲停 就跟昨天猛利一樣就一出手 哇又賺漲停 真的非常爽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那昨天美股開盤一大漲 台電的ADR就大漲了超過6% 抽盤又漲了超過4% 當然就帶動台電今天股價持續往上飆嘛 早上最高飆到935 哇這個看起來離 我說的早晚要破1000元 正在加速實現之中 因為全球先進制成他最強 AI幾乎四占率幾乎就是獨佔的 不是寡佔而已 幾乎就是獨佔 所以台電的大漲代表AI就是持續的大好 因為所有先進制成都在台電 然後Apple這兩天股價大漲 因為他發表最新的AI 整合AI功能的Siri 未來最新的機種以及 iPhone 15 Pro以上的機種 都可以適用AI的新功能 就帶動股價一度又漲回到全球40 第一名一度 就代表就是說推升這些公司 股價大漲或者說業績上 可以持續成長的一個最大動能 還是來自於AI的應用 所以這告訴我們就是說 台電上千元 我認為早晚的事情 而且可能會比大家想像的時間來得更快 因為美國的ADR換算成台灣的股票的股價 已經超過了1100美元 那現在台電才915 今天高點才935 所以還有大漲的空間 然後台電漲就代表後面的AI的趨勢太強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 AI今天拉回會有多少空間 包含CPU的3363的上全 今天股價來到166 這也是一個掛牌的新高 早噴晚噴我認為都是要噴的 然後水冷的部分 這一波好像回檔的蠻深的 結果你看這個旗紅 連續大漲三天 今天站回月限之上 又回到721塊 這下去也快上來也快 然後艾姆勒現在已經量成漲停了 萬债現在股價也漲了超過半根 所以水冷這個趨勢是不可能會死的 因為後面它是一個整個產業的升級 那真的放量是從明年才真的要放量 現在都只是初期階段而已 股價就大漲小回大漲小回 這個趨勢是不會變的 機器人 所謂們我記得昨天漲停嘛 今天早上最高來到184塊半 雖然說現在打回到平盤附近 但是你看 跌一個禮拜兩天過高 然後來到184.5元 又創歷史勤勞 然後昨天我們第一檔買 猛利昨天收漲停滿 今天早上又來到一個66塊半的 短線反彈的高點 才稍微壓回一點點 然後同時有CPU的設備 跟CORUS設備的魏華科 今天也是盤中加碼 剛剛股價也是漲了大概8% 每檔都是超級強勢股 所以什麼水冷的 機器人的 CORUS的 CPO的 台電都已經噴到快要900多塊 要挑戰1000塊 這些相關的AI股怎麼可能會落實 而且包含CPU跟CORUS 都是跟著台電要發財的 只要你追蹤台電夠久 你會知道說只要跟著台積電 長期一起做一些所在技術規格的 升級的這些公司全部都大賺 所以台電繼續往上走 AI股它就繼續往上噴 台股今年的高標我認為高點的最低標 應該是至少兩萬三 這關年兩萬四兩萬五 我認為都有機會 現在市場好像已經在討論 未來台股會有三萬點的機會 當然不見得是今年 但你不要小看台股在AI的 這一塊的超級優勢 在未來這兩三年 大概持續會是全市場 全球市場最強的股市 那今天到各國的部分 經濟科今天最高來到435漲 3.8% 那6月份已經說我認為不會差 因為64位元的處理器 這邊要持續入障 客戶就是要搶大陸的行政電腦的換機市場 因為中國政府它就已經下令說 未來不能用Intel 不能用AMD 所以非美系的這個市場很大 所以經濟科這一塊會持續入障 6月印收當然不會差 那最大就是PCI的部分 應該陸續已經都簽約了 但簽約從來都不是重點 錢拿到才是重點 因為前幾年有一次簽了約 錢沒來嘛 所以那個合約最後就等同作廢 但這一次陸續簽的不只一個合約 而且客戶的需求非常的強 也非常的急 只要後面錢陸續入障 案子順利開下去 明年EPS至少二三十塊錢起跳 因為這個案子非常的大 所以只要錢進來 我相信股價就是噴 所以目前IFC股 我們持股也就剩這麼一檔經濟科 這個目前就是持股報勞當中 等待後續的利多實現 而且今天是股東會 那當然我沒有時間去 我們就看看股東會 今天會不會講一些比較具體的 進度或者比較具體的利多 那就看看 等到有新的消息出現 我再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好那猛利 昨天早上60.5元小漲收買進 尾盤收漲停買65.4 當天就先賺8% 一出手就賺8% 所以我就說像這種前面可以創新高 好 隨著黃仁勳離開台灣 那這個Computex結束 股價連跌了一個禮拜 回到月線以下這邊買你都不會吃虧 我講話都很實在 我也不會說因為他跌回來 我就避免去談他 沒有嘛 因為他趨勢不變 今天75塊 75.3元的高點 是因為當初Computex展 大家發現說原來機器人 未來會是一個全新的趨勢 那結果Computex展結束 短線利多出進 一拉回到月線之下 這邊其實就是最好的買點 所以我這時候不但不會回避我 我會更加跟你強調說 這邊你應該要買 你買的不會吃虧 結果昨天果然沒吃虧嘛 吃香喝辣 當天買進當天賺賞停買 當天賺了8% 然後最高來到66.5元 小小掌1.7% 持續做一個V轉的一個走勢 光是昨天買的到今天最高點 就已經賺了10% 6塊錢 而且我說他有雙題材 雙刀流 Coverse的自動化的設備 下半年陸續要出 最後也是給台電使用 機器人的相關產品 包含機器人手臂跟解剖減速器 就是最關鍵的零組件 下半年陸續要出 傳統來說上下半年6比4比6 下半年是忘記 今年有可能拉到3比7 NVIDIA訂單年底也要出貨 所以我估計你說七八月之後 很快就會看到10億 今年有機會賺到超過3塊錢 跟索爾門比價差超過110元 索爾門今天的價位最高來到184塊半 創高之後又拉回 那我一直跟你說 這個你不必去追 因為本應比560倍 第一季的獲利 真的也是蠻少的 只有0.21 去年第四季是虧0.06 兩季下來只賺了0.15元 股價漲到184塊半 就是因為 VDR訂單的光環 但同樣都有NVIDIA訂單 盟利股價只有60幾塊錢 親民的很 今年獲利 maybe都是大概3塊錢左右 那我不要買180的 我要買60的 所以盟利來說 跟索爾門價差太大 這個後面還有非常大的比價空間 我相信V轉上去挑戰新高 這個應該不在話下 然後今天 魏華科 其實跟昨天的盟利一樣 我就說月線以下基本上都是買點 昨天我們是先買盟利 那今天盤中再買魏華科 剛剛我看了一下 最高股價已經來到了 現在是91.9元的 今天的最高點 這已經漲了9%了 所以我們剛剛盤中是買在這邊 大概買在87塊多 所以現在已經91塊多了 也是一買就賺了 搞不好等等 我們解盤 解完之後搞不好 真的就亮燈掌清版 它也是雙刀流 COLES設備 跟CPU的設備 那這兩個設備 最後都是給台電使用 所以它都是通過台積電的認證 然後出給台電的相關的供應商 然後台電指名用它的設備 出給他們之後 最後都是for台電使用 所以簡單講就是 都是要出給台電 那只要這兩個設備 下半年陸續會出一些 重點是明年會放量 所以明年樂觀一點 就上下大概15塊錢 這個趨勢非常的明確 那其中COLES這邊會出的 下半年會出的比較多 會出的比較緊 CPU的部分大概在第三季 應該陸續就會先出一些給上全使用 所以它也是雙題材 那長期我們的觀察 只要你是長期跟著台積電在做生意的 隨著它技術不斷的升級 產品規格不斷升級的相關廠商 相關供應鏈 結果都是發大財都是大發 最主要的例子就是以紅素來說 這一波最高價來到1325塊 但是去年大概一年半以前的時候 價格甚至只有大概171塊 所以這樣長幾倍去 那主要就是因為它是台電的先進 這個COLES設備的前段的 製程的設備的主要供應商 所以發大財啦 那衛阿科是COLES跟CPU的 兩種設備的供應商 明年如果可以賺15塊錢 紅素今年大概30 30塊錢的EPS股價1300 如果明年衛華可以賺15塊錢 我說未來就是紅素第二 不要說漲到1300的一半 只要從這個位置 漲到15塊EPS的2030倍的本益比 那就不得了 好幾倍的空間 所以跟盟利一樣都雙刀流 這一波也都回檔了 大概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我相信股價就是怎麼下來 就怎麼漲上去 所以這檔股票都是我非常看好的 跟台電相關的設備股 然後機器人的關鍵零五件的均心K1 雖然說5月營收掉了19% 但是這個主要是因為5月長假 會影響短期的營收 對長期趨勢 甚至6月份營收就會跳上去 所以這個是不受影響的 那今天平盤整理 目前股價小漲 那這兩天都呈現一個量縮的走勢 我認為這個就是過高 營收衰退也只反應一天就結束 這兩天又很快的站到5日線的附近 而且量縮得非常的漂亮 代表重來非常的乾淨 這個只要一個補量 我相信這個162的高點 很快就會過關 因為AI人還是未來非常重要的 全新的大趨勢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趨勢 未來會長的不是說 只有NVIDIA點名的那幾家合作廠商 因為那些做機器人的 它都需要很多關鍵的零組件 零組件更重要 因為毛利更高 EPS更高 通常零組件的廠商 比系統廠商的本益比更高 股價更高 EPS更高 未來會大標的 不見得是索羅門 我認為軍營KY大標特標 未來搞不好 兩三百 三四百 四五百 其實未來兩三年 都有機會看得到 因為其實從數字看得出來 DG就算了2.23 索羅門呢 DG是非常可憐 只有再給它負息一次是0.21 但它漲到184塊半 那DC賺2.23是索羅門 超過十倍以上 今天的股價 也就只有140幾塊錢 這實在是超級平易進能 實在是太過低估 所以就是說買這種股票 其實你都不用擔心嘛 因為你不用去買 那五六十倍的索羅門 擔心它暴漲暴跌好緊張 你去買這種 從高漲稍微拉回 但是跌不下去本益比只有十三十四倍的均勁KY 這個就非常的安心 這是我說的 我們堅持買的都是數字最好的精品股 這就是長期鄭友詩的一個操作的理念 這樣子我們才能在長期操作的過程 尋求一個最穩定的報酬率 跌不會多漲漲比別人兇 只要數字最強的精品股就是這個樣子 它的減速器全球大缺貨 原本大家都買的是全球 大概前三四大的減速器 大廠的減速器 但因為現在缺貨了嘛 就跟水冷一樣缺貨AI缺貨 所以呢它就開始外移到二線廠 所以呢二線廠像GKY 現在的減速器毛率超過五成 下半年有機會搭著這一波 AI機器人的浪潮上去 因為已經缺貨了 未來可能會更缺 它就有機會大熱賣 那毛率現在是三成 減速器超過五成的毛利率 會帶動整個營收獲率向上 今年估計上看10到11塊 因為四月份就大賺0.98 五月份會掉一點 六月份可能又再拉上來 下半年會賺得更多 那回到我說的 所羅門賺大概3塊 股價180 賺10到11塊的毛利率更高的GKY 股價只有146塊 可是比價空間真的太大太大 這個都是我認為大概下半年 會大標特標的好股票 然後剛剛提到的水冷 今天又開始漲上來了 艾姆勒亮燈所漲停 然後實作工業 早上一度創86塊8的 畫牌的新高價 那我們在這個價位 昨天是漲3.22% 今天最高漲到86.8元 這邊就大賺出清 出清完之後 一度掉回到81塊半 一下子就差6塊錢 所以我們就是出在一個非常完美的高檔 那留下來的就是艾姆勒跟4543的萬債 我想這個兩張股票 都是準備要V型反轉的股票 所以還是一樣 就是輪漲輪動 輪著漲輪著修正 那現在實作先創新高的 那出清一趟之後 後來萬債跟艾姆勒也準備要再大漲上去 就是一個輪漲輪動的架構 那買77.8元的實作 賣在86塊8 大概賺了9塊錢 超過10% 那小賺出清一趟 後面拉回再買 資金先轉進今天全新布局的一檔 新進的標股 所以6月份有很多很棒的標的 我們就一檔一檔來做布局 然後今天新進的標股 早上賣實作之後 買進這一檔新進的標股 也在買在平門附近小漲 大概1%左右進場 然後大概10點左右 就一度亮燈漲停板 所以是不是跟昨天的盟利很像 買在大概漲1%多 後面鎖漲停 當然現在還沒收盤 今天這檔新的股票 還沒有鎖住 但是也是有機會 而且今天一買也是盤中 很快就亮燈漲停板 所以跟昨天盟利一樣 就一出手又賺漲停 真的非常爽 強勢股就一檔接著一檔 左手賺完10碩賣掉 賺個10%11%也不錯 右手買進新的標的 馬上又亮燈 就一檔一檔來 來看這檔股票 它的美國客戶 主要就是Block Card 夠大了吧高通 不是Block Card Core Card 因為美國政府的壓力 所以零組件供應鏈都要去中化 所以之前很大的零組件的來源 來自於中國的某一個大廠 現在不行 要去中化 所以訂單通通轉來給這家公司 所以它拿到大量從中國轉來的 高通的轉單訂單 那現在營收大概2億 下半年會上看4到5億的 一個月的營收會翻倍以上 獲利當然不會只有翻倍 股價空間甚至高達40%50% 所以這個也是既 包含蒙利也好 魏華科也好 那之後新的股票 今天也是一買就賺漲平板 那空間有40%到50% 我想這個都是非常好的標的 說之外前兩天布局的3XXX 8月份要出毛利率非常高的新的產品 現在毛利率大概28% 再來會上看50%的新品 營收成長跟剛剛那檔6XX一樣 營收下半年8月份之後 營收也會跳增超過100%以上 去年還虧錢 明年要賺超過10塊錢 那股價只有50幾塊錢 那今天稍微拉回一點點 是因為股價太強勢 被分盤交易5分鐘 那我告訴你這種強勢股 分盤也跌不了多少 一個不小心3.4天之後 可能又開始飆行高 所以這些都是我認為是6月份 超級強勢的大標股 每檔都是超級棒的標股 那蒙利跟今天的6XXX 這兩天都是大標 那再來還有一檔最新 有超過30%以上空間起跳的 XXXX的新標的 這是全新的必買金銘股 我預計明天開始會帶著我們的會員 進場做最新的佈局 就像之前的3XXX 蒙利 魏華科跟今天的6XXX 那明天會有這檔最新的必買金銘股 要進場做佈局空間在30%以上 是蒙利跟6XX之後的 一定要買的必買金銘股 所以大家趕快報名一起來做上冊 趕快報名上冊 那今天給大家非常好康的福利 只要你在我們的YT YT就你看完就下面留言就可以 或者你可以掃我的QR Code AFB或者LINE 大家經常去加入LINE 因為AFB現在的這個詐騙比較多 加入LINE 歡迎大家加入LINE 然後在LINE裡面留言 甜甜架三個字 再加上你的手機的聯絡方式 就有最好康的福利 甜甜架的大福利 來發放給大家 那留言甜甜架加手機 享有甜甜架的福利 並且讓你趕快上車 明天最新的必買金銘股 祝大家超順利 明天再見 特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之產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